今天我们来到了利斯卡尔顿酒店门口 这是我们米其林专辑的第二站 经济荣派官府菜 是吃官府菜的 这家店应该是我们这四家店中 人均最贵的一家店 贵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个炒饼都要198 我猜我觉得 它有可能里边有鲍鱼翅什么的 鱼翅炒饼 就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粉丝炒饼 那种感觉 有可能老外他没吃过炒饼 你知道吗 老外人家都是什么披萨什么的 没吃过炒饼 反正老外这新鲜给高分 两星 两星 米其林两星 那么今天我们就怀揣这种反差模价格的好奇 去探一下这家米其林二星 经济荣派官府菜 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s go 咱们约12人吧 大了是吧 他没给我打电话呀 但是今天我10点多接了他一个电话 问我有没有 你好 问我有没有别的时间的安排 特别稳重 Let's go 2楼 还没催我呀 怎么走啊 大了大了 经济 我操他这个牌子挺牛逼的 经济 这个是你们的牌子是吗 对 你先生认识 啊 逆先生 逆先生 你先做我的 我的 真是电漫吗 海漫 哇 真牛逼 还有酒窝的 你看 是帅的 是挺帅的 有什么远古的感觉 没进化完全 好怕的 而且他们在一起居然不会打架 是 可能太熟了 第一 还吃吗 你们看看 我高低我得来一个佛跳墙吧 佛跳墙吧 来以为咱四个人也少穿着 您好 好 马上来 点一下餐 好的 那我要一位这个黄沫佛跳墙 一位黄沫佛跳墙是吗 对 尝尝就行了 好 这个老北京红烧东海带鱼 来一斤 这一斤是一份的 每一条的话都是一斤的 因为我们家选择的话 在进来那个都是比较均匀的 哦 鱼头都算鱼尾是吧 对 是的 老北京炒饼尝尝来一个 炒饼来一个 推荐的话我们家的冻鲁大海参 哦 在哪儿没看到 可以看一下 冻鲁大海参 对 卧槽 来一只 这个料品也非常特色今天 来一只 尝尝 我们点点些够吗 您是要一个人吃吗 不是 我们就尝尝 尝尝是吧 那建议您可以再点几个外面 再点几个 还是点点素菜吧 对 点个素菜 台湾的山苏可以尝一下 行行 那先这样 香菜速度有什么要求吗 就正常上 好吧 正常上 有什么技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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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挺红的啊 你那小妹 吃咪 像今天就上的是葱咪 给了五个葱咪 我们四个人 就注定会有一个人多吃一碗 来 我先拿一个 我拿一个尖 也不知道能不能序 一会儿问他一下 还有草莓补甜补酸刚刚好 特别像糖葫芦穿的草莓这个 对 发现米其林餐饭都不太注重大糖 他可能更注重的是包香 就这么几桩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桌 几十个请客 对 宴球 现在是咱们的第一道前菜 南五菜东卢海参 卤 中卢海参 上面是海参 底下是葱和辣椒 小萝卜丁 小萝卜丁 从前小姐帮我们分的 开放 大家看 这是我们点了中卢海参 一味 我点了一味 它跟我分成四份 辣椒 葱 萝卜丁 还有小米辣 说是搭配着吃 这种口感更丰富 尝尝 海参的口感像肉皮弄 特别尝 其实挺有入味的海参 我就看这一块 我大概能多少口吃完 就点小萝丁 人家就有劲 嗯 还能再吃两口 我操不腻 这是什么呀 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天的主菜 狼猫河跳牆 河跳牆的外边真的非常长点 半成饼河跳牆 一盒198就那种了 怕让咱们对比一下 跟平常吃有没有区别 是 你平常吃的怎么样 我平时不懂吃狼猫 一般还是比较爱吃炒饼一类的 那种 炒类的 炒类的 这黄焖类的少吃了少 除了黄焖鸡 我先品品这个汤 哇好稠啊 哇好稠啊 高壮的 尝尝 我每次把这个饭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我以为了 我以为了 真理工B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知道我一入口 我的画面感在哪吗 嗯 入口之后画面感定交在了 黄金甲的那帮 就是那帮 公公女端着彩上 给皇上那种感觉呢 哇塞 就太高级了 特丑 真的 真的 哇塞 我烦点别的吃 这个是刚才服务员说的 鸽子大 尝尝 它这蛋汁都 糯啊 它蛋汁根本就不是像咱们吃的那种 蛋汁就是 平滑的 挺筋道挺有残劲的 它那你就 糯啊 那又没什么意思 就蛋汁像蛋黄 蛋黄就是蛋黄 就那种感觉 哇塞 妈的 就感觉它在一个蛋上能花这么多心思 我还不挺感动的 哈哈哈哈 这是鹿筋吧 是吗 我看跟面片似的 尝尝 对 这是筋吗 就一点不筋到了 已经感觉主食非常好 筋的那个劲已经被抽出去了 确实不一样 确实 但是确实也挺不一样的 这多少钱 七九八 啊 带回家 一粒 七九八 就是你要这么点的话 其实它挺高的 呵呵呵 一人一份 人均就已经定价在七九八往上了 哦 它才是文件的 老北京红烧东海在里面 哦 哦 那就是东海的小眼吊带 东海的小眼吊带 东海的 人家 博物园小姐说这个是 纯手钓的带鱼 纯手钓 纯手钓的 那挺费劲的 这带鱼其实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个量产的一种品牌 一个杆钓一个 哇 那挺 合逼呢 端上这味就 对 就家里的味 家里那味 就是 对 过年 特别熟悉 对熟悉 比如说带鱼挺厚的 而且确实够软的 你夹一下 你看那个 这鱼 就有棱子你看 你看 哦 这一种碎了是吧 嗯 就是家里的味 牛逼 这带鱼根本有不用你嘴去使劲 就往嘴里吧 吃 对 我滑的鱼 我没想到这个带鱼是这种味道 确实有些贵的道理 对 但是味道其实还是咱们家里做的那种味道 红烧的 我小时候 我不说了 你要干嘛 我小时候一直想把这玩意当树吧 你小时候是不是 有什么病啊 你不想那么像吗 你小时候是不是突然不爱跟手啊 不爱 我特吃在下一位 我特吃在桥饼 咱们做出一个什么那样的口感来让我惊艳 228 然后让你觉得这个钱花的还值 还值 烤饼 风干盐肉炒饼 需要醋吗 需要 这炒饼我不穿醋 就失去灵魂了 加热菜里边啊 韭菜 豆芽 洋葱 这是胡萝卜吧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风干洋葱 哇 提价 贵的贵的 嗯 怎么样 就是牛肝里的口感 嗯 对 比牛肝是甜一点 嗯 是 对 这可能是羊肉 牛肝是牛肉 嗯 羊肉比牛肉可能自带多一些那种羊山味 山味这个 我好久没吃炒饼啊 咱们平常吃一场的油脚 这个油大 它好下 出大了 我把它浇了 嗯 不会再说吗 不会不会 不一样不一样 嗯 嗯 一样不一样 哎呦 是吗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加了这个醋的酸味 它炒饼的那个油感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对 没那么腻 对 最后一口吧 吃差不多了 吃完了 脸平一下啊 就说一下他们家这个老北京 红烧东海带云 你想那个 那个东海龙王就比别的个都大 对啊 是吧 对 而且东海龙王是他们的老大 所有优秀的带鱼 都想往那游 都想成为东海的一份子 都想成为肥美的代言者 他们家做的那带鱼 它这个肉已经灭了 已经 特别的跟土豆泥似的那种感觉了 但是它那个骨道还是硬 一抿 那鱼肉就下了 非常的高级啊 它不愧是东海带鱼 那种感觉 但是它那个味道就很熟悉啊 就非常家常 就是家里做的那个味道 你可能有时候家里可能你带鱼做不好 它会有点带腥味 那它这一点腥味也没有 总的来说就是味道经典 口感 心雷 就通天修为 天大鸡看紫禁锤 但是它这个带鱼 398鱼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贵 所以我们给这个老北京 红烧东海带鱼打一个4.4分 我操好久没打这么整啊 这回我们整体算下来 low着点啊 很多都没敢点啊 人均是607块5 我们这回吃的人均和大正点评的人均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大正点评的人均是1700 我们等于少吃了一个1 但是呢我觉得这顿饭吃的挺开心的 也挺饱的 然后咱的钱也没花出去 也都挺高兴的 这家店是在建国路甲83号 利斯卡尔顿二楼经济荣派光谱赛 行就是怎么着 下回在大家吃点别的 再见 感谢观看 好